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会伤害到火箭 比安东尼晚两年进入NBA的保罗皮尔斯 同样是世界全明星 他在ESPN的节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皮尔斯看来 安东尼在火箭的角色和作用可能和自己当年在奇才时类似 2014到15赛季 已经37岁的皮尔斯为奇才打了一年 那个赛季 皮尔斯打了73场 全部首发 场均出场26.2分钟 贡献11.9分4篮板2助攻 投完命中率44.7% 三分命中率38.9% 皮尔斯认为如今的安东尼 已经不再是一位全明星球人 但他依然可以在关键时刻为火箭做出贡献 他将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 应该不会像在雷霆打球时那样有很多的单打 他的角色可能和我当年在奇才差不多 他不会有很惊人的数据 但关键时刻 球可以给到他的手上 他可以在敌脚命中空内3分 皮尔斯预测 安东尼的场均得分在12分到15分之间 他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保罗和哈登会帮助他适应这个新角色 ESPN知名记者斯皮尔斯也认为 安东尼会在火箭找到一些舒适感 因为他和德安东尼 布兹德比克都合作过 彼此了解 另外保罗和他的关系非常紧密 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安东尼尽快融入火箭的体系 发挥自己的作用 说到火箭 他们仍然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 近日 火箭总经理莫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坦言如果有继续升级球队的交易机会 他不会犹豫 就像他们和太阳的这笔交易 莫雷就表示 这是他期待中的一笔交易 让球队的薪金结构更合理 同时也具备了更多的后续交易的可能性 如今的火箭阵容 拥有不少新面孔 巴哈马训练营已经让球队初步认识了这些新人的实力 接下来 他们还将进入训练营和几前赛 让这支球队进一步优化和磨合 确定最后的赛季阵容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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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